大家好,欢迎来临收两分钟 今天我们读经的范围是来到《加一太书》第五章的下半部 在这里保罗讲解除了圣灵或者肉体生活的不同 以及对比15种肉体的情欲和9种圣灵的果子 我们一起看一下19章到23节的经文 肉体所行的都是显然而见的 就如淫乱、污蔑、邪荡、拜偶像、行邪述、仇恨、憎恨、憤怒、自私、分党、结派、疾到、醉酒、方言或类似的事 我从前早就告诉过你们,现在又事先告诉你们 行这些事的人必定不能承受神的恶 第二十二节 但圣灵的果子是人爱、喜乐、平安、忍耐、恩慈、善良、信实、温柔、洁济 这样的事是没有律法禁止的 遵律法的人虽然口口声声说求神的意 但实际上做出来都是显然而见肉体所行的事 相反,真正的基督徒是有圣灵的果子 就是农夫 我就是浦蹄树 你们是知子 尚在我里面 也我尚在你里面 这样就多结果子 因为离开了我 你们就不能做什么 耶稣是这样说的 当我们离开耶稣 就什么都做不到 所以当我们在神里面 神在我们里面的时候 我们就会自自然结尼 结很多圣灵的果子 神想我们明白 圣灵的果子 并不是我们通过学习就可以得到的知识 而是当我们接受耶稣成为新造的人的时候 神就给我们一些特质 而这种特质 我们就会结圣灵的果子 但是我们是需要去学习 如何将圣灵的果子 去给其他人 去爱其他人 或者宣讲神的福音 你有什么时候见过 苹果时 需要去向另外一棵苹果树 学习而生苹果 因为苹果树里面的DNA 神已经设计了 他一定会生苹果 正如我们是新造的人 当我们在神里面 而是神在我们里面的时候 神应许了我们 一定会结圣灵的果子 我们是怎样去学习 给人尝试这些果子 就好像在天国里面 神用无朝典的爱去爱我们 神遥恕我们的罪 神给恩典我们 同样原理 当我们结果子的时候 圣灵的果子 我们是以宽恕 恩典和无朝典的爱 将圣灵的果子给人 那些我们觉得不值得爱的人 去尝试 那些我们不喜欢的人 去尝试 当他尝试到圣灵的果子的时候 他自自而言 就会去找圣灵的果子的源头 有一天 他们就会遇见我们的耶稣 今天 你是随着肉体行事 还是随着圣灵行事 我一手低头肚 感谢主 求你帮助我们 每一天都取圣灵以行 以宽恕 恩典 慕朝典的爱 乘灾 在你那里来的圣灵的果子 给我们侧边的人 好人 坏人 爱 喜欢的人 去尝试 你的圣灵的果子的甜味 你的爱 愿你的福音广传 所有的荣耀都归于耶稣归于你 以上我讨告 逢耶稣的名求 阿们 今天的灵修两分钟到此为止 下次见